俄罗斯媒体日前报道 一直以来外界虽一致认为 俄罗斯的强大是靠核武器作为支撑的 但却少有人明白 俄罗斯完善预警天网的紧迫性 它的战略价值甚至比核武器的发展更为重要 首先来看 预警天网一直是俄罗斯制衡美国的杀手键 在过去的50年里 俄罗斯导弹攻击预警系统 不仅发现了2000多次弹道导弹 和1000多次运载火箭发射 而且还能提前获取来袭核弹的爆炸参数 俄美表示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苏联就已经开始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开始建设可覆盖全境的导弹攻击预警系统 比如曾被誉为世界奇迹的 DON-2N无源电子扫描阵列维达站 它从外观来看 属于一座大型的梯形立体建筑 高37米左右 可对大气层内外120个目标进行探测和跟踪 极限距离的探测误差不到10米 俄媒体还披露 1994年 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 为了测试一下世界各国超视距雷达的效果 特地在外太空中抛下了几个金属球 但最终却是苏联第一时间探测到了这两颗 实际只有5厘米的金属球 准确地记录下了运行轨迹 美军也把这一雷达视作心腹大换 在1996年的单一综合作战计划中 有多达69枚核弹头 准备用于打击这一雷达 再来谈论 其次 苏联在不断恢复预警能力弥补烈士 由于苏联解体 其花费心血建立的预警系统 随着十余一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而分崩离析 比如阿塞拜疆 拉脱维亚以及乌克兰 他们手中的几座预警雷达战 不是停转 就是拆解 为了解决这一困局 俄罗斯在2017年建设了7套沃罗涅日D系列预警雷达 可以在1万公里的距离上 同时跟踪多达500个目标 其中一部雷达被部署在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 直接监视美国本土方向来袭的洲际导弹 无论在地中海 北大西洋 还是美国本土发射的弹道导弹 升空几分钟内就会被俄罗斯预警雷达发现 直接转达莫斯科州的指挥中心